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全 下面为大家分享 派遣 请大家聆听12月3号 圣方级阁稍略斩礼福音 宫读圣马尔布福音16章15节至20节 那时候 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 对他们说 你们到世界各地去 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可行这些奇迹 因我的名驱逐魔鬼 说心语言 手拿毒蛇 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会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 就会使他痊愈 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天主的右边 门徒们出去到处传扬福音 主与他们一同工作 并用所有所行的奇迹来证实所传的道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在生天之前 显现给十一位宗徒 并派遣他们到普天下去 向世界所有的人传讲福音 而且也告诉他们说 信而受洗的必难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句话呢 圣奥斯定他曾经说过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圣奥斯定说 我们知道 在主内 死去的人是有福的 加使他们可以活得更长的话 他们也不会担心做什么 发自内心相信主的人 他们信天主 是自己的情愿 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这些信的就会得救 而那些不信的是拒绝了耶稣 而这些不信的人呢 也是指的心了而不信的 而不是指的那些没有听到的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另外我们还看到 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来伴随着他们 这就成了某些人的一个挡箭牌 动不动就说 我们要追求这种奇迹 那种奇迹 你看圣经上都这样写着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文字使能死 精神使能活 这是保禄宗徒所说的 那对于这些神迹 这些奇迹 我们听听教父们是怎么说的 教父们 他们是非常接近宗徒时代的这些人 虽然教会依然有这些物理的奇迹 伴随着教会 但是更重要的 这些奇迹指的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 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 这些奇迹可以驱魔 现在我们教会还在驱魔 这没有问题 治病呢 我们教会也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也去治愈人 尤其通过富有盛世 那么说新语言 指的是什么 圣安波洛肖 也就是奥斯丁的老师 他说 天主赐给了人不同的一些方言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宗徒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先知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教师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治病的恩宠 天主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能力 看看他配得上配不上 赐给他这样的一些恩典 只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那另外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说这个新语言 指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传扬基督的福音 这对于当时的世界上的人来说 这就是新语言 这对于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事情 这就是新的语言 因此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 另外 那这个治病 还有驱魔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驱逐的人的心魔 驱逐人的心魔 因为人归向了邪神 因为这些耶稣讲的这些 不单单是外在的物理的 还有包括精神方面的一些事情 包括这个驱逐人内心的一些邪恶 是能够信仰真理 这也是驱魔 受拿毒蛇或者是毒物 也是这样 使人能够改过前线来劝导人 指的是这些内容 这是教父们 用这样的事情 来解释这些圣经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解释圣经呢 往往就是看着字的表面 可是这些圣师们 像安洛伯修 还有这个奥斯定等等一些圣师 他们也提到 如果说传教士 把手放在信徒的身上 禁止邪灵住在里面 这就是在赶鬼 而且在旧的生命当中 把那些签订的部分去掉 能够使通过转讲 使人更新 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 就是说使他悔改了 那么他说的就是新的语言 这是一个新的创造 而且感受人内心里的邪恶 所以说这也就是手拿毒蛇 而且这些神迹呢 也是属灵的 它不只是一个露体的事 也包括人的灵魂 所以说治病不单单治的是 身体的病更重要的能够治 好人的心灵的病 我们看到耶稣每一次治病呢 他不只是治的一个 外在的身体上的 更重要的是治灵魂的病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 这些灵魂方面的一些内容 可是很多人只是 看了这内容的表面的文字 却忽略了他内在的含义 大家必须要清楚 这些教父们 教父初期教父 也就是也称为使徒教父 或者宗徒教父 他们这些人 都是宗徒弟子的弟子 几乎是 有些人 比如说像伊莱内 他见过洛望的弟子 他听洛望的弟子 经常讲洛望如何如何 所以他们都记下来了 因此呢 他们 离圣经的时代更近 所以他们的解释 更可靠 更可信 因此呢 我们更要注重在 精神上的层面 来理解这段圣经 首先我们要知道 耶稣派遣了十二位宗徒 给他们使命 传播福音 然后呢 就是把人内心的一些 邪魔也好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可以出去 这也是传教士的使命 和责任 正因为因着耶稣的派遣 他们到了世界各地 这样也是福音 传到了世界各地 而且我们也看到 这里特别强调 主与他们一统工作 并用奇迹来正视所穿的道 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 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 制造今世的终结 耶稣不单单和十一位宗徒在一起 也和保禄在一起 也和今天的宗徒的继承人在一起 也和今天的教会在一起 如果耶稣不与教会在一起 那耶稣就等于说了话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不会撒谎 他所说的都要应验 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耶稣已经是在教会内 既然耶稣在教会内 那么教会所讲的 肯定不会错 所以我们要信 从宗徒传下来的真理 因为这些都是天主所启示的真正的道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